火焰书法 火云神长 烟雾瀑布 近日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宇教授和英国爱丁堡大学联合开设的全英文授课的火灾学课堂上 学生们精巧构思做起了趣味火灾小实验 受到了学生们的追捧和欢迎 据王宇介绍 该课程采用由国内外顶尖火灾科学工作者联合授课 对火灾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理论知识 进行了有趣和生动的教学 提升学生对火灾科学的理解 拓展其国际化事业 我们开设这个火灾学的课程 主要就是来教育我们同学 给他们很多这种有关火灾学理论和火灾的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总体就形成一个就是全英文的一个收割环境 以及基本上是按照中西结合 有中方的特点 也有英国教学的模式的特点 我觉得这样会让同学们更加的受益 据介绍 火灾学课程最大的特色是要求学生分组 并自行设计一个趣味火灾小实验 并用英文来介绍实验现象 揭示实验现象背后的机理 我觉得大家在我们开玩笑叫玩火的过程 我相信引导了他们嘴巴去思考 去解释这样的火灾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点愚教愚乐 也有点把这个生动的 可能是大家觉得比较枯燥的火灾学知识 融入在我们在这种生动的一个火灾实验里面 火云神掌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火灾小实验之一 实验展示了火焰在手掌上燃烧的神奇现象 其原理是手掌上的泡沫内含有钉丸与空气混合形成的可燃气体 点燃后虽然手部能感受到热辐射 但是由于手部比较湿润且泡沫内的可燃气体有限 因此燃烧时手部不会感到明显的高温 这样的上个方式的话 首先它会增加我们的体验感 因为我们不再是老师在课堂上一对多的一个授课 而是我们自己可以去通过查阅资料 以及去检索文献等等的方式 去进行一个对知识的了解 然后第二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学 对实验或者说对知识本身有更多的了解 因为他们大家都可以去参与进去 然后我们的现象也比较吸引人 这样的话大家的参与感也会更高 据了解在火灾学课堂上 学生们发挥创意大胆想象 还设计了烟雾瀑布 火焰书法 水下烟火等趣味实验 并拍摄成视频短片发布在网络 通过这样的课程 也激励学生们未来在火灾安全领域 开展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 其实就可以带动我们对火灾学习的兴趣 然后可以在我们就是课业比较枯燥的时候 上这种课对我们也是一种放松 我们可以通过这门课更愿意去来钻研 我们关于火灾安全上一些领域更复杂的东西 Gu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